字幕主持人 Hello 歡迎收看日日好收末 我是節目主持人YoYo 其實現在很多香港人都會逐漸用沐浴露去代替一些蕃茄 但因為他們感覺比較清潔和對皮膚護理會好些 但其實現在有一些自然人手做的蕃茄 其實都可以很天然和保護到我們皮膚 今天就很開心請到Vivian上來和我們聊天 Hello 你好 Hello 你好 其實我想問一下因為現在市面上香港人都很喜歡用沐浴露 覺得沐浴露比起蕃茄會比較清潔和對皮膚護理都很好 但其實這個概念合不合的呢 其實沒什麼說對與不合的 沐浴露方便很多 因為泵出來就可以直接用 似乎好像很衛生一樣 還有蕃茄的人不喜歡用 就是因為它濕了的時候就會溶了 會一坨坨的 那些人不喜歡用蕃茄 就逐漸用沐浴露來代替蕃茄 但其實我也想知道 因為可能現在大家都會用沐浴露 但沐浴露又有沒有什麼壞處呢 本來沐浴露不是說有什麼壞處 但因為人的要求就高了 很喜歡一些香味 於是沐浴露就會加了很多人造的香料 所以會對皮膚有些損害 今天我們要介紹的就是 人手造純天然的蕃茄 跟普通傳統的蕃茄有什麼分別呢 人手造的蕃茄是用低溫去處理 所以我們用食油去做 低溫處理 油份的營養素就可以保存 而商業的蕃茄 它就會用高溫處理 變成它的營養素就會流失 亦都很多商業用的蕃茄 它們會用動物的脂肪 又或者合成的東西去代替 變成它不是用油做 變成營養成分 即是沒有營養成分 但其實蕃茄的營養素就是什麼 是油 因為油是可以滋潤身體的 還有做蕃茄的過程中 如果我們用低溫去處理 那些金油可以保存在蕃茄那裏 而商業的蕃茄是用高溫處理 金油就會成為它的副產品 做的時候 做蕃茄的過程會產生金油 而它們會將金油 當成一種副產品去出售 即是賺錢 變成無禁滋潤 謀取福利的利益 其實我又想知道 因為很多人都會覺得 即是人手造的蕃茄 其實它裡面用了什麼原料 手造蕃茄是用氫氧化蠟加水 即是水將氫氧化蠟加進去 成為溶液 然後將不同的油 是要用不同的油 即是不可以用單一的油 例如橄欖油 椰子油 棕櫚油 碧麻油 這些油混合在一起 混合在一起 然後加適當溫度去到48度 然後將氫氧化蠟的溶液 將氫氧化蠟加進去 然後用人手去攪拌 所以就是手造就是這樣 攪拌到兩樣東西融合在一起 變成一些很稠的液體 再將氫氧化蠟 攪拌之後 將氫氧化蠟加進去 放一段時間 大約一個月 一個月 然後翻鑑就可以拿出來用 整個過程 成分是否要拿捏得很準 是的 因為如果油 計算得不準的話 是做不到的 你的溫度控制得不好 又會做得不好 那其實那個成分大概是怎樣的呢 有個表去計算 有個表的 是的 要計算的 那其實都幾複雜 即是要跟足 可能就要做足成分比例 各樣東西 那它用的香料又是什麼呢 那手造蕃茄 當然你都可以用人造香料加進去 但是我們做的蕃茄 我們就不會用人造香料 我們是會用香薰油 利用香薰油的特性 因為香薰油除了有香味之外 還會滋潤 還有會有防腐的作用 哦 即是儘量都是用最天然的一些香料 是的 因為平時我又覺得有一件事 因為剛才你這樣說 你說很多人都會覺得 翻鑑有一個麻煩的地方 就是我們通常會用的時候 就放在洗手間 但洗手間其實不是經常都很清爽 可能我們都會洗澡的時候 都會碰到一些蕃茄的時候 它就會令到它會黏黏黏 一坨這樣 但這樣我們有什麼方法可以解決它呢 這件事就是我們做了一個柬袋 這個柬袋的好處就是 我們用的時候 就把一塊蕃茄放進去 我們洗澡的時候 就濕身 濕個柬袋這樣可以洗澡 洗澡之後 因為洗澡的時候 就把柬袋弄髒了 用清水洗乾淨的柬袋 然後吊起它 那塊柬袋就會保持乾爽 就會耐用很多 而且你蕃茄用到蕃茄的時候 很碎很難用 但當我們用柬袋 用到蕃茄的時候 我們可以再加多一塊柬袋 變成你的柬袋就一點都沒有浪費 就可以一直這樣用了 這樣不錯 因為通常用到碎的時候 我們就不知道應該怎樣再用 好像很小顆 又不知道怎樣去用 但其實原來 現在有一個很好的 很方便的方法 就是可以放進去 到最後用剩的 就不怕浪費 因為我看到它的款式又多漂亮 其實是否有不同的顏色 是啊 我們的柬袋是有五種顏色 我最喜歡 那為什麼要做五種顏色 就是因為家裡每一個成員 希望他們每人有自己的顏色 就有自己的檢袋 就會比較衛生 不錯 因為剛才你說沐浴露 是不是比較衛生 就是因為沐浴露 你用一個泵泵出來用 變成就好像衛生一點 就不會說 舊蟬袋你有用 我又用 好像不是很衛生 但我有不同顏色的檢袋 變成每個人用不同的檢 就會比較衛生 這個又是一個很好 解決了一個很大的 用蕃茄的煩惱 就是人們經常覺得 衛不衛生 每個人都用來這樣用 但我們現在可以有一個 獨一屬於自己的檢袋 裝著我們的蕃茄 我又想知道 除了你們一開始 去做人手蕃茄的時候 會不會有什麼困難的地方 其實會 例如用油的方面 買到油不漂亮 做出來的蕃茄就會很容易變壞 但其實選油方面 有什麼地方需要注意 要選一些新鮮的 如果你買油去一些有順餘的商店 就會買到一些優質的油 做的蕃茄就會比較優質 剛才我忘了問 我想知道 其實是否什麼食用油 都可以用來做人工蕃茄 基本上是 基本上是任何油都可以 不過有些油的穩定性比較高 有些油的穩定性比較低 即是說穩定性高一點的油 沒有那麼容易變壞 其實什麼叫穩定性 沒有那麼容易變壞 就是這個很好的準質 但有哪幾種穩定性比較高 適合用來做人工蕃茄呢 譬如說橄欖油 椰子油 中鋁油 中鋁油 加入蕃茄 會令蕃茄變硬 會令蕃茄軟軟軟軟軟軟軟 那你會否說 有些人覺得不太好 即是不建議用來做這個蕃茄 譬如說麻油 因為很容易變壞 如果做了下去 會有一股味 好像變壞了的味 所以就不太好 因為我看到你們每一塊的蕃茄 因為是人手做的 所以做到的形狀 我看到一塊都是不同的 其實在整形狀方面 有考不考功夫的呢 我們做蕃茄就好像蒸膏一樣 做出來一底膏 然後把它切開一塊塊 切的時候 因為希望大小差不多 所以初時也會有些難度 但切之下就習慣了 但其實這些會不會 要用一些特別的刀去切 還是普通刀都可以呢 普通刀都可以了 譬如說生果刀已經可以切到 明白 我看到其實這個和這個 又不是很同 其實是有什麼分別的呢 這個鹹是深色的 就是加了蜜糖 這個是鹽鹹 鹽鹹就是比較清爽 適合夏天用多一點 而蜜糖鹹就是滋潤一點 適合秋冬用 我想問多一條問題 其實用這些人工做的蕃茄 對皮膚有什麼好處呢 因為我們是用天然的原料 變了會很滋潤皮膚 滋潤得來又很清 能夠達到清潔的效果 嗯 其實因為我們通常都 最重要是用蕃茄的時候 顧及到那個都是清潔的問題 我想知道為什麼 它那個清潔的作用 其實是不是都比美到 傳統的蕃茄這樣 還是會好一點呢 應該會好一點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是用油做的 傳統的蕃茄會用豬油 還有可能用一些合成的材料 變成沒有那麼滋潤 因為油是可以清潔皮膚的 嗯 他們是不是都會加些添加劑呢 就是傳統的 因為傳統的蕃茄會聞到很香 那些香味呢 因為如果香味是會持久的 通常呢 它都會是合成的香料 就是人造香料 而天然的香料呢 那個味道是會一路一路這樣散的 嗯 你可以這樣去分別它 這個就是最大的分別了 對啦 好 謝謝Vivian 今天Vivian很好 帶了一些人手做純天然的一些蕃茄 來介紹給我們 確實在我們轉天氣的時候 用一些蕃茄的時候 既可以清潔到我們的皮膚 亦都可以做一個很好的護理 不過呢 我們現在先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 繼續每天好生活 傳統培育智慧 現代護理調養 專業培育員 陪你坐月子 愛寶寶 愛疼你的孫子 好月子培育 令寶寶健康 令媽媽無憂 月子坐得好 一輩子沒有煩惱 咦,沒有進來喝味 用了多樂士加勵安環保漆 美國製造絕無VOC 甲醛和其他有害物質 符合美國專業環保認證 全家健康又安心 現在多樂士 還有全新推出的環保健康系列 抗菌抗甲醛 保護更全面 想知多些 上多樂士網頁看一下 雞煲壓煲變火鍋 全天候兩色食法 一線處理,調理體質 居店麻辣有理 優質訂造沙發 舒適、美觀 融入家居設計 更添時尚氣派 天職窗息 有限公司 HELLO 歡迎大家繼續回來 日日好生活 繼續有我YOYO在這裡主持 當然少不了我們今天的嘉賓 VIVIAN HELLO 你好 Hi 剛才我們也說了少少 關於一些 純天然人手造的 蕃茄少少的資訊 但其實我想知道更加多 例如有不同種類的 一些人手造的蕃茄 其實這些不同的 其實對我們 可能是不同的人 都有不同的幫助 其實是怎樣分別的呢 對 這裡有12種不同的蕃茄 這裡這四種 是放了蜜糖 對皮膚很滋潤 而這兩種是鹽茄 一種是癌鹽 這種是喜馬拉雅山粉紅岩鹽 而這一種是海鹽 鹽鹽是清爽的 會令到我們比較放鬆一些 而這些是比較清爽一些的系列 譬如說這個黃黃色的 就是金棧花 我們放了有機的金棧花 這個是放了香茅 和新鮮的爐匯肉 全部都是一些純天然的材料 對 但還有其他的呢 又放了些什麼 這個是芬妮草茶樹 是芬妮草茶樹的香薰油 這個是放了羊奶粉 羊奶鹼 這個是普通的蜜糖鹼 譬如說你會看到 這是放了蜜糖 這是放了蜜糖 對 為甚麼 有些不同的 看到它是有少少黑色的 其實為甚麼 這些是放了蜜粉 變成滋潤一點 而這些是少一點蜜糖 所以大家都是蜜糖鹼 他們的顏色是有分別 就是多一點蜜糖 和少一點蜜糖 因為我們每個人的皮膚 都可能不同 但其實你會怎樣建議 不同皮膚的人用不同的一些蜜鹼 譬如說你皮膚是很乾燥的 我建議你用多一點蜜糖鹼 如果你皮膚是比較油的 用清爽一點的系列 找出自己適合用 如果夏天 鹽鹼是非常好的選擇 其實都很跟季節性 根據不同的需要 我們個人的需要 或者根據季節的轉變 去改變我們用的蜜鹼 我又想知道 剛才我聽到你說 有一種蜜鹼就是用了茶樹油 茶樹油對我們身體有什麼幫助呢 茶樹是會有消炎的作用 對於皮膚會出些粒粒 暗瘡那些 比較好的選擇 因為茶樹油的確是一個很好 純天然對皮膚非常好的材料 因為有時候都聽到一些 可能暗瘡那些 油份比較高的 可能都會選擇用這個茶樹油的 嗯 我又想知道多一點 因為我看到其實除了蜜鹼之外 我都看到這個 其實這個是什麼 這個也是手工鹼 不過它是液態的狀態 手工鹼就是用輕氧化鈉做的 液態的手工鹼就是用輕氧化鈉 也是把輕氧化鈉融在水裡 然後也是用不同的油混合 再用適當的溫度去煮它 液態的鹼是會比較長的 如果要去處理 是要用比較高的溫度去煮它四個小時 四個小時 所以是要很有耐性去做的 對 除了這個時間用得多一點之外 做這個液態的和固體的 其實還有什麼分別呢 固體的就是 剛才我說了等於很傳統的蕃茄 但是液態的就是 我們可以造成沐浴露 現在的人多數喜歡用沐浴露就是這些 你可以用泵泵出來 會比較衛生一點 如果你不用鹼袋的話 也可以自己去選擇用泵 或者用什麼都好 而我們做的液態的鹼 也都是沒有人造香料 人造色素 所以你看到的產品 都是相同的顏色 我這一瓶就是洗臉魚 洗臉魚 洗臉魚裡面的成份大致上是什麼呢 是用初摘橄欖油 還有我們加了金油 香薰油 是比較滋潤的 因為通常洗臉魚 我們用的時候都可能會起泡 這個是會不會的呢 會有少量的泡 因為我們沒有用化學起泡劑 SLS 那是怎樣令到它起泡呢 你就要加些鹼下去 然後加水 用手捉到它起泡 也有一個方法就是把它弄進起泡袋裡 弄進網袋裡 或者弄進海綿裡 這樣它會產生多些泡 但是就不會有那些 化學的起泡劑 那麼多泡 但是都會有足夠的泡沫去清潔你的臉 其實可能洗臉方面 其實有足夠的泡 其實都已經夠了 即夠清潔我們的臉 那我想知道這個會不會有不同的 即適合不同皮膚的人士 會的 我們會做了三種 一種就是適合乾性皮膚 這個也是來的 對 這個跟那個一樣 適合乾性皮膚 這個是中性皮膚 這個是油性皮膚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這麼小瓶呢 因為我們希望你試一些產品 試到適合才買 所以我們出一些小瓶 你試了如果覺得好了 那你就買大瓶 嗯 如果你不喜歡的話 就會浪費了些錢 嗯 其實我覺得這個是很好的 因為有些人 即是現在 香港的空氣都比較差 也很多人會很容易有這個皮膚敏感 那如果用了這個 純天然的護膚品 即是洗臉 那我們的皮膚就可以更加好 那我想知道了 那剛才你也說到 也有分不同適合皮膚 那這個就適合乾性的 乾性皮膚呢 那個裡面的那個 成分又是怎樣的 會不會不同的 會的 有一點點分別 那就是我們會多加了金油 因為金油是會保濕的 嗯 也都會加了不同的香薰油 嗯 那不同的香薰油 會有不同的功效 哦 好 那這個呢 即是這個 適合我們油性的皮膚 又加了些什麼呢 是加了不同的香薰油 比如說茶樹那些 就會適合一些 比較油性皮膚的 哦 非常之好 好 這個 這個就是適合 這個可能 是不是會大部分人都適合 是啊 就是中性的皮膚 中性的皮膚又會加了些什麼 成分去適合那些 中性皮膚的人 那我們是加了不同 即是金油的份量 是會不同 那變了呢 譬如說 油性的我們加少些 中性的加多些 乾性的加更加多 還有會有不同的香薰油 因為香薰油 每一種香薰油 都有它的特點 那不同的香薰油 就會可以產生不同的效果 哦 明白 我們用了這些天然的洗面魚之後 就到旁邊的這個 其實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一個沐浴雨 用來洗澡 因為我們沒有用化學起泡劑 所以不會有很多泡 但是我們可以借助海綿 把它泵在海綿上 然後用來洗澡 一樣可以產生足夠的泡沫 嗯 其實我看到那個沐浴露 都有分適合不同的皮膚 可不可以逐一介紹一下 是的 我們會有油性 中性乾性 亦都會用不同的香薰油 去令到它比較滋潤一點 和沒有那麼滋潤 哦 因為我見 因為平時我們用洗面魚 或者其實用這個沐浴露 都會不同的 在製作人工的蕃茄的時候 其實是不是都不同的 是呀 是不同的 就是用油的比例 譬如說多些橄欖油 初摘橄欖油 會滋潤一點 去平衡 很多人都有一個問題 就是有一個疑惑 覺得蕃茄可能在保存方面 不知道應該怎樣好好保存 特別是人手做的 因為沒有下防腐劑 其實我們應該怎樣保存 我們可以當作食物去保存 但不需要在雪櫃那裏 我們會放在陰涼的地方 譬如說櫃筒 和不要讓陽光直射 這樣就已經可以了 因為有時我都會見到 有些蕃茄放得久一點 就會出現一些叫做油斑的東西 很多朋友都會覺得 不知道怎樣處理 其實應該怎樣做呢 油斑即是說那些蕃茄就開始變壞了 但是壞也要看它壞的程度 如果真的壞到那陣味很難接受 那我們就不可以再用了 但是如果那陣味不是很大陣味 用是沒有問題的 只不過是你接不接受的問題 因為有些人就會問到 其實那個保存的期限又是怎樣的呢 一般手造蕃茄 如果你選擇的油是好的話 即是你用一些優質的油去做 大概一兩年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也要視乎你做完之後 你怎樣去存放 比如說你放在窗台上曬到太陽 又冷又熱 那蕃茄就很容易變壞了 但是如果你放在櫃桶上 那不會說 溫差不會大 可以放到一年或以上都沒有問題 即是像你的食物一樣 如果你聞到它變壞了 那你覺得接受不了 那就不要用它了 就扔掉它了 沒有辦法 又或者你可以用來做洗東西的用途 但是我們在櫃桶方面 有沒有一些小貼士可以教我們 即是怎樣挑選我們想買 選購方面應該要怎樣去注意 每個人接受東西的程度是不一樣的 我覺得你要去選擇的時候 最初你不要多買買少許試一下 如果你覺得清潔效果是好的 現在用到是舒服的 那你就可以繼續用 如果你買少許試 試到不對 那你就不要用 明白了 謝謝Vivian 今天Vivian很好 介紹了很多 純天然的人手做的一些蕃茄 給我們認識 相信這一種的產品 就可以令到各位朋友 都可以清潔之餘 又可以令到皮膚都得到一個很好的滋潤 不過我們今集的時間又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觀眾想重溫我們節目的話 就可以進入這個網址 就是www.apus510.com.hk 又或者用你的智能手機 上到App Store畫面那裏 Download APUS 就可以隨時隨地重溫我們節目了 不過我們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再跟觀眾說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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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le 還有一個媒惑